政隆大家好 导演好 没想到你在广告里面也被派成导演 因为限职生活他真的是导演 你们知道吗 这是故意安排的吗 还是巧的 对对对对 故意安排 就怕大家忘记你是导演 欢迎导演 好 康仁 各位美女朋友大家好 各位很热 很热的朋友大家好 要记得多喝水 我是吴康仁 好 欢迎影帝 这两位的组合太光芒四射 不过我想还是要回到这次的代言的主题 刚刚看到里面的剧情就是 导演呢 有新的戏咯 那么就买一个表纪念一下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时刻 都是要靠分秒来记录 来纪念的 比如说导演有没有什么时刻 或者康仁有什么时刻 最近未来想要纪念的 或纪录的 康仁先说 我跟郑荣都是演员的 我们讲我们每一部戏 在从是刚开始的 前置作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揣摩 要如何去演绎它 直到我们去完成一个工作 那每一个工作 都有它特别的角色的样貌 都有它纪念的价值 那对我而言可能就是 每一部戏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纪念的时刻 那就每拍一部戏之后 就要买一支Citizen的概念了 也不用买 我直接就跟他们要了 每拍一部戏就给我一支 不好意思 代言人我这次也带好久了 顺便帮我要一支 这次大概五年了 OK好 对啦 这就是代言人的福利 每这一部戏都是一个人物塑造 一个新的开始或结束 都值得纪念 大家也知道康仁是平民三郎 他真的每一部戏都是用尽全力在演 谢谢你的付出最佳的代言人 最好的示范 Better Stars Now 最好的诠释者 导演呢 你有什么值得纪念的 或者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广告脚本的题材 延伸出来的故事是什么 当然就是今年的作品要终于就是 在自己心里面十年的梦想 就是要呈现给观众 今年对我来说是特别 有意义的 所以就是会买个表 套赏自己一下 纪念一下这个时刻 电影大概什么时候要上映呢 十一月 十一月 好 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 非常厉害 因为导演关注的是喜憨儿的故事 包括喜憨儿的爱情 喜憨儿的亲情 喜憨儿的友情 一般人我们都不会关注到这些细节 家人之间的互动 谢谢你派出一个好故事 十一月要上映 我们诚挚的邀请citizen包场支持 总经理躲起来 假装没听到 请大家多多支持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 可以传给下一代呢 可以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好表 男人的好表 现在公子几岁了 快三岁了 那还早 但是你再带我的表玩 真的假的 不急了 三岁不急 先进我带几年 我再还他 就希望 对一个好表呢 男人是可以传给儿子的 不过我要冒昧问一下 这个广告是谁拍的 为什么 吴康人这么好转 从而到尾 没有一句台词 你就笑一笑就收工了 我那时候也问导演 就是说 奇怪我的台词 对啊 你是被排挤吗 还是怎么样 你得罪人啊 后来导演说 你也许你可以试着用你的眼神 OK 你的笑容 跟导演就是阵容沟通 就是 一切在很有默契的状况下说 诶 是 刚下沛妻 对的 我刚下沛妻 根本不用讲什么话 根本不用讲 用眼神就可以跟他交流 对 OK 辛苦你了 这个台词都你在负责的 这实在是太好转 不 就是太幸福了 只好考验一下 来 有没有宝特瓶 我们来玩一下 踢瓶盖的游戏 还是踢表盖好了 好了 各位 真的 我们今天知道大家太热了 所以访谈就到此结束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请到后台